延续上一集 为观众朋友来讲解美国劳工法 有关加班 休假和请假的规定之后 正迎接暑假实习热潮 包括了工资还有工作场所 分别有哪些法规需要华人公司与实习生 双方来特别注意呢 东西新闻 法律拟罪大单元 继续请来了美国劳工法专家 蒋佩芳律师为您说分明 好 谢谢主播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法律拟罪大单元 那么经过上一次呢 我们谈到所谓工资法的部分 其实又有很多的观众呢 有问题哦 是特别写信或写email过来 那么就谈到呢 就是呢 希望想要知道 到底呢 工资法呢 还有哪些保障 因此我们今天继续请到了 蒋佩芳 蒋律师 来我们做详细的说明 首先欢迎蒋律师 大家好 蒋律师 首先想问一下 就是工资法的这个部分 其实还有哪些保障呢 是可以保障到 所有我们的职员这个部分 我们想现在快暑假了 大学生都想要找工作了 我觉得很可爱 因为都是第一个工作 大家都很害怕 我自己也走过 那他们找工作 他们好像说拜老师啊 还是我是徒弟啊 好像说老师问我做什么 还是说老板问我做什么 我都做 对 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老板也应该学到这一点 以前的话不是说 只要你有50以上的员工的话 这些supervisor还是老板都要学sexual harassment 记不记得 现在sexual harassment不是只有姓骚而已 他们又加了一项了今年 就是说abusive conduct就是虐待的 怎么叫做abusive 大家的眼光不一样 大家的感觉也不一样 所以就是a reasonable person 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想法的话 你觉得说这个是不是abusive conduct 所以他们现在这个training的话 不是只有sexual harassment training 这个sexual harassment training 你还要加上这个abusive conduct 所以这个abusive conduct的话 你现在不能叫你的小小的员工 还是psychiatrist 帮我去买咖啡啊还是什么 所以我没有信骚扰他 你也不能abuse her 还是他还是男的 him 所以其实sexual harassment 不是只有女的也有男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公平一点 雇主跟雇员两个兼顾的情况下 那么应该怎么样跟这个interne 做一个所谓的有这个 签地结契约这样子一个关系 你都要写得非常清楚 像google那些人 不会被告像这种事情 因为是他们有钱去付 对 那小公司的话比较难 又要多付一个人员 可是想说他要学习 要为我上班是free的话 我怎么不拿 可是不可以是这样子 你可以付低 只要你要fit 就是说不要低于我们的minimal rate 现在是9块钱的话 那是可以的 所以你在上面都要讲清楚 可是你不能说我都不配他 OK OK 所以如果你不配他的话 就算说他 他是非法移民 还是说有没有文件的移民 他都还是有权利去告老板 为了这些工资的 过去曾经听说 就是说可能一个正职的工作 那他需要的是三个interne来做 那这三个interne做的内容又不一样 那这个付的钱又应该怎么样来分配 都是可以的 只要你付他不是低于minimal rate 就是法律的规矩的话 OK 都是可以的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说 这个工作是三个人在做 那一个人付7块钱 一个人付8块钱 另外一个人付9块钱的话 其他那两个都还是可以告你的 因为现在的minimal rate还是9块钱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很多人问我说 他们我们可以在律师所上班免费的 他们要做我都不能拿 是因为说你还要付他们 你一定要付他们的 然后还有有时候你说试用工有没有 我先试用过probation period三个月 我再正式的给你这个工作 因为我要看看你的能力好不好 也不可以这个样子的 试用工也是要付他们那个工资的 所以你都要讲非常清楚 不然他回来会还会告你 虽然说你没有给我这个工作 可是我花了三个月 还是一个月在你那边 我在工作 你都没有付我钱 就这个样子 能不能过试用期这个界定 因人而异 法律上的规定要求是什么 OK 所以这个你要怎么用它 它是你自己的 你私人可以规矩 可是你还是要付他工资 你不能说这个月是因为我在试用你 我不付你钱 那如果说你有保险公司的话 就说group health insurance 他们只要在那边上班的话 一个月以后 他的保险公司一定要进去的 就等于是过了一个月 就已经算正式员工 对 就是保险公司一定要给他们了 如果说你今天有group health insurance 给你全部的employee的话 你如果这个人才开始上班的话 就算说你自己 要跟他讲说 我只是试用你一个月而已 我再看看这个是不是正式的员工的话 他还是要有那个健康保险 一个月一定要被影响 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 因为美国毕竟很大 有时候他可能 就是可能上半年他在洛杉矶坐 那可能下半年他因为藏了什么关系 他可能要去国外 或者说他跑到所谓的旧金商或纽约坐 但是这几个州跨州以后 基本公司都不一样了 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问题 或者说是不是在害了这个人的时候 就要说清楚 就要说清楚了 就要说清楚了 所以我好像broken record 为什么很重要呢 售测非常重要 封测非常重要 你都要讲清楚 好的 谢谢蒋律师 观众朋友 蒋律师呢 今天要特别针对所谓工资法 薪资怎么算的部分呢 以及呢 如果你是英特尔 或者是学生的话呢 你呢 都有享受到正常保险的权利 所以千万记得 这个权利不要忽略掉了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的 法律你最大的单元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